当地时间6月30日,正在对韩国进行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板门殿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并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朝鲜境内。 特朗普成为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首位在任期间踏上朝鲜国土的美国总统。 在板门殿共同警备区处立着一排蓝房子,朝鲜停战协定曾在此签署。 当天,特朗普穿过蓝房子单独前行,金正恩迎面而来,两人在军事分界线前驻足、握手并交谈。 金正恩做出邀请手势,特朗普抬腿跨过水泥墩,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朝鲜境内,二人边走边谈。 在朝鲜境内合影后,金正恩与特朗普又共同跨越军事分界线,抵达韩方境内。 金正恩表示,特朗普踏上朝鲜土地,体现了美方的意愿,即愿抛开历史,开启新的未来。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还称邀请金正恩访问白宫。 随后,金正恩与特朗普在板门殿韩方一侧的自由之家举行会晤。 韩联士称,双方会晤时间超过预期,可视为第三次朝美领导人会谈。 此前,特朗普与金正恩曾在新加坡越南河内举行过两次会晤。 朝鲜半岛停战协定签署后,南北双方以俗称三八线的军事分界线为基点,各自向南北后退,形成一片非军事区,并于1954年设立共同警备区。 一年前,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也曾在板门殿实现历史性会面。 当天早些时候,记者在通往非军事区的统一大桥上看到,眼界是有路障。 韩国时间14时左右,大批军用直升飞机排成一字队形飞往非军事区。